这个二十六题的部分 基本上他有给了我们构造的图 给我的笔 他有给了我们构造的图 然后等一下问的是在问这里 琉球海沟这里发生的事情 你有感觉这里的三角形往北边吧 往北边代表板跨往哪里了 往北边一墨 所以呢等一下我画黑板的那一张图 就只是在画丑丑的它了 因为你的二十六题如何呢 二十六题问的是呢 就东北方这个板块边界 这个海沟这里到底怎么会回事 所以来看我黑板画的图的画面 我黑板画的图呢在何方 我在这里 我把它给瞧到正中间一下 所以的话呢 我这里黑板画的这一张图 丑丑的它 我画出了琉球海沟 也画了三角形 有感觉吧 然后等于呢 板块呢往北边一墨 所以呢这个箭头代表往北边一墨 然后我做了一条线 这条线做的叫做垂直破面图 所以我下面画了垂直破面图 也就是板块往哪里 这里的菲律宾海板块 往哪里一墨呢 往西北边去 所以呢 就这个角度 流出海沟这个角度 等于往北边一墨 做我的下面这一张图你看 菲律宾海板块往北边一墨 所以这是北边 这是南边 往北边一墨 引墨的话呢 会断掉在这些点 海沟在哪里 这蓝色的上海水 所以这里写一个海 海水 所以海沟在该位置 两个 一个叫做菲律宾海板块 叫做欧亚板块 两个困断的位置 大海的地弯处 这上海沟嘛 就刚才画那个三角形的位置 然后呢 断掉的是我现在呢 这里画的 有感觉吧 离海沟越接近 正缘深度比较浅 然后越远的话越深 所以对应到刚才的图了 刚才的图怎么了 我用小小的点点点 浅缘地震 离海沟近 浅缘 离海沟越遥远越深 有感觉吧 再回到题目本身 来回到题目本身的话呢 应该在 这里 我紧张了 因为快中响 他等下就会叫 而且会很吵 来在这里的话呢 有感觉吧 我刚才的点点点 是不是很像哪一张 吐析 解决掉了 我按暂停了 不然等下他叫我就晕了